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了六名工人受傷 有三人傷勢較嚴重送醫 而勞動部北區職安中心 今天會到現場來釐清事故的原因 事故現場鷹架突然倒塌 桃園市觀音區的大潭電廠 十三號傍晚發生公安意外 八號機工程發生鷹架倒塌的意外 桃園市消防局貨報 立即派員前往救援 抵達現場時 有兩名工人受困陰架中 消防人員立即使用破壞器材協助脫困 經查三名輕傷患者自行就醫 兩名頭部及肢體多處失裂傷 另一名於倒塌陰架中腿部骨折 經救護人員現場爆炸固定後 合力接送至安全地點 交由救護車送醫及救 經過多人合力 好不容易才將受傷工人 抬出事故現場 還好經過搶救送醫的三名傷患 都沒有生命危險 臺電也發新聞稿證實 疑似在施工牆面金屬浪板工程時 調車不慎拉扯才導致施工鷹架倒塌 後續將積極調查確認事故發生原因 並要求施工廠商落實改善 確保施工人員及工地作業安全 入業後的事故現場已經看不到機具運作 臺電強調不影響工程進度 以及附近的發電作業 至於詳細事故原因 由勞動部北區職安中心負責調查 公視新聞 宗盛雲 政委員 中間綱綱和報導 昨天新冠本土新增了四萬五千零八十一例 中重症增加了三百七十八例 死亡有一百零九例 而目前全國確診率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十二點四四 指揮中心也公布首度在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驗出了Omicron新變種病毒 分別是一例BA.4以及四例BA.5 並且警告 如果社區流行 這種新變異株重複感染機率會提高 新冠本土疫情持續降溫 十三號週一新增四萬五千零八十一例 本土病例 沒有任何縣市確診病例數破萬 以高雄市新增七千多例最多 其次是臺中市六千多例 新北市五千多例 臺北市則降到三千多例 而中重症新增三百七十八例 死亡則有一百零九例 從發病到死亡中位數為七天 雖然沒有新增兒童死亡病例 不過有一例兒童重症個案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布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結果 首度在境外移入個案 檢出Omicron新變種病毒 分別為一例BA.4 及四例BA.5都在邊境攔截 對社區影響較小 不過指揮中心警告 如果社區流行這種新的變異株 重複感染機率會提高 這兩個新的變異株呢 有較高的傳染力 以及有這個免疫逃脫的特性 所以對於曾經染疫過 或者是曾經接種過疫苗的人來講 他還是有這個再度感染 或者是再度被傳染到的這種可能性 根據最新統計 六都確診率目前最高的仍然是新北市 百分之十八點二六 其次是桃園市及臺北市 不過整體疫情持續往下降 中南部還在高原期 而為了防止 長照機構發生群聚 指揮中心也宣布 即日起到七月底止 住宿市機構需定期公費快篩 註明每週兩次 工作人員 每週至少一次 已經確診康復者 三個月內則免篩檢 記者 劉水平 蔣龍翔 特報道 指揮中心十五號 將放寬邊境檢疫措施 所有入境的旅客居檢方式 從七加七 改為三天居家檢疫 以及四天自主防疫 初期入境的人數 總量管制以每週二點五萬人 為原則 穿上防護衣 再戴上面罩口罩及手套 工作人員雙手高舉告示牌 讓剛下機的乘客 能夠清除每一條動線 這是桃園公司所進行的實地模擬演練 因為六月十五號開始 他們將恢復旅客轉機 若乘客想買免稅商品 得由免稅電業者配送 除了恢復旅客轉機 指揮中心十五日零時起 開始放寬入境居家檢疫的天數 從現行的七加七天改為三加四 入境會有總量管制 初期以每週二點五萬人次為原則 入境總量來做處理 臺灣不是第一個國家 那個澳洲已經是實行兩年多 日本也是用總量來做處理 目前一週入境的人數 大約在一萬八 我們也考量在機場做唾液 生活唾液的採檢的時候的量的 做綜合考量 不過行規定並未包括旅行社組團 國際客來台觀光 對此商總理事長許舒伯認為 縮短檢疫天數對國內觀光業者而言 分母沒有放大 其實沒有任何加分的作用 不開放又不行 要開放 所以就是在那邊上上下下 我是覺得你假設有心 真的是開放 變成零加七的話 那事實上對國內的 整個產業的復甦 才是實質有幫助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還是在高延期 現在的策略是這個逐漸放寬 所以想說我們觀光業不用太急 先用現在的我們振興的預算 先做一些好的郵程跟服務 稍等一下 而外傳若三加四執行順利 一個月後有望評估是否放寬至零加七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 會先觀察三加四的成效 同時也會掌握國際間的疫情 以及國內社區穩定等因素 做綜合評估 隨時針對邊境管理做調整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自由時報是報導 嘉義市無黨籍正副議長 莊豐安 蘇澤豐 涉嫌在二零一七年 分別向建商公司購買嘉義市房地 製造不實的買賣契約 向農會來抄代 而昨天一審各判一年五個月的 有期徒刑 再來看到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美國媒體彭博社報導 中共軍方最近幾個月 在和美國軍方的會晤當中 多次宣稱 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並且強調 中國享有主權和管轄權 引發拜登政府的擔憂 而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黃海帶布袋系家族 第四代的成員黃文澤 以流利的台語搭配多遍的聲線 詮釋超過了四千多個布袋系角色 有八英才子之稱 而十二號晚上傳出黃文澤病逝的消息 享受六十六歲 登上國際舞台的霹靂布袋系 最有人熟知的經典台詞 就是主角速環間的這段口白 流利標準的台語腔調搭配多遍的聲線 霹靂布袋系裡四千多個角色 聖誕金莫醜 都難不倒他 布袋系大師黃文澤 是黃海帶布袋系家族 第四代成員黃俊雄次子 詮釋的角色 從史燕文到素環珍 掀起臺灣三十年的布袋系旋風 因為渾然天成 收放自如的配音功力 賦予美尊稀有角色 栩栩如生的靈魂 因而有八英才子的美誉 也是單口配音的國寶級大師 但霹靂布袋系官方粉絲頁證實 黃文澤於十二號慈世享受六十六歲 大師的身影與聲音成為罪意 家屬在雲林家中設置靈堂 黃文澤與哥哥共同創立的霹靂 國際多媒體公司 則一切營運正常 霹靂布袋系官方粉絲頁表示 後續會舉辦紀念展 供各界吊念 記者 美鳳龍桃王威雄 雲林報導 台中和高雄傳出日前配發 給民眾的富樂快篩試劑 出現了瑕疵品 而進口商大新公司 涉嫌違法進口中國制 劣質快篩試劑 充當美國制來交貨 估計不乏所得約新台幣一億多元 昨天檢調發動搜索 並且約談公司的負責人等六人到岸 市府發送的快篩試劑 怎麼側都無法出現判定結果 進口商大新公司在德標高雄 台中 新竹等十多項政府 採購快篩試劑案後 涉嫌違法進口中國制劣質快篩試劑 充當美國制交貨 十三號新竹縣調查站 以及台北市調查處 繽紛多路到工廠等地搜索 一箱箱的快篩試劑 經過清點全數查扣 檢方調查大新公司 共引進兩百三十七萬劑 已經有一百九十二萬劑流入市面 以每季步伐獲利大約五十元估算 估計步伐所得大約新台幣一億多元 包括負責人朱信男子 大新執行長黃信男子等人 一共六人都遭約談斗案 中國制劣質產品漁木混珠 讓地方政府人揚馬翻 檢方表示 業者除了涉嫌產地虛位標記外 品質也不良 全案朝醫療器材管理法 以及刑法妨害農工商詐欺罪嫌斑 記者張君豪 陳冠軒 朱鳳之吳其昌 綜合報導 為了降低兒童的確診數 指揮中心宣布 兒童疫苗施打兩劑的間隔 縮短為四到八週 而台北市決定分兩階段開打 第一階段 本週六先開放六到十一歲 虛打莫德納第二劑 而第二階段二十七號 除了莫德納也將會開放五到十一歲 施打BNT第二劑 但是不能混打 第二劑的BNT和莫德納疫苗 台北市婚姻表示 還來不及施打的兒童除了可以透過疫苗 預約平台或是醫院門診施打疫苗 也會使情況安排校園接種 至於新北市也將安排到校園施打 大型學校不排除入校施打以外 我們一些中小型學校 我們有九大區 我們會用分區集中施打的方式 我們會雙軌同步都在思考規劃 高雄市目前規劃校園接種 台中市也將安排校園 醫療院所 以及大型快打戰施打第二劑兒童疫苗 各界關注兒童染疫後 在施打疫苗的等待期三個月 是否也能夠縮短 指揮中心強調太早施打疫苗 恐怕對染疫兒童的保護力有害 所以無法比招一般兒童縮短兩劑 兼具 目前估計國內輝裂兒童疫苗 大約還剩三十三萬劑 可以作為第二劑接種 後續的一百一十萬劑疫苗 已經在安排飛機航班 指揮中心表示希望趕在第二劑 施打前到貨 記者張雄 朋友 台北報導 新冠疫情升溫 確診住院的民眾大增 看護也變得更難申請 衛福部宣布 將推動由醫院來安排 讓多名病人共同和平 一名零有症兆的看護 而健保將會有補助 預計最快今年的下半年上路 新冠疫情期間 許多患者住院時 常常請不到看護 根據民間團體最新調查顯示 這段期間不但找看護 難度上升三成 照顧責任 也更集中於單一家屬 有近八成受訪者認為 工作因此受到影響 為了解決這樣的窘境 衛福部日前宣布將執行 住院整合照護計畫 由醫院安排多名病人合聘 照護輔助人力 簡稱互佐 費用則由住院患者及健保共同負擔 照護師表示互佐都是領友證照的專業人員 除了幫忙做餵食 翻身等工作 還需受過感染管控等相關訓練 但是每個病房所需照顧項目不同 聘估人力也會有所不同 如果以急性一般病房為例 每床每日費用為1650元 健保支付750元 患者只需負擔900元 大幅減輕病患及家屬經濟負擔 有一點速度太慢了 我們真的等不及了 所以今天民間的訴求就是要加快腳步 現在就做 通過那個三年的計畫 我們希望在期待在三年後 全面性的健保給付納入看護這件事就可以成型 外福部表示 目前全臺互佐大約一點二萬人 人力應該是足夠 今年將以三億元 試辦這項計畫 預計七八月公開徵求 試辦醫療院所 最快下半年上路 讓家屬可以探病 但不必再煩惱陪病等問題 記者 老實名 蔣龍翔 台北報導 全球的飢餓問題嚴重 為了達到零飢餓目標 農委會和庇護工廠合作 先在雙北等地 推行幸福餐盒 只要六十元銅板價 就能夠買到 青魚便當 每天限量一千份 飯盒裝滿配菜 剛出爐的現烤青魚 直接鋪上 看得讓人食指打動 農委會推出六十元幸福餐盒 每天限量一千份 十三號開賣第一天 光在其中一句點 短短一小時 賣出超過四百份 現在一個便當都要就是破百啊 或是 對啊 這個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現在便當很貴啊 現在便當 青魚便當應該要一百六了吧 就是如果看到是誰都會想買 面對通膨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平價 但是更營養的選擇 今天的主菜是台灣青魚 那當然我們的配菜也至少有三樣青菜 那每天都會做變化 便當只要銅板價買氣搶搶棍 工作人員忙翻天加緊趕工備料 把青魚解凍分類 蔬菜切絲 食用的還全都是台灣在地食材 就是為了幫助國內農漁民 更和庇護工廠合作 讓他們即使受疫情衝擊 還能繼續生存 原來受到物餌戰爭 物價上漲等多重影響 全球的飢餓問題持續惡化 為了落實零飢餓目標 農委會才會先從雙倍開始 推出平價便當 希望減輕年輕壽星階層 以及弱勢族群負擔 只是這樣的販售模式 是否真的能幫助到有需要的民眾 固執幸福餐盒有數量限制 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也說 價格沒有非常親民 而且販售地點也侷限特定區域 種種因素都可能浪成效 有所折扣 記者 臺北報導 臺灣去年石斑魚 總共出口超過了六千公噸 而其中中國就佔了百分之九十一 不過現在中國卻是無預警 宣布暫停進口 對此農委會表示 會持續跟中國溝通 也會協助漁民養殖業者透過製作冷凍 調理包來自救 就是龍膽石斑魚肉 我們下鍋讓它先熬煮一下 將龍膽石斑下鍋 加上菇類 蝦子一桶熬煮 鮮味十足的魚湯就能上桌 針對中國無預警封殺臺灣石斑 養殖業者化危機為轉機 將石斑做成冷凍調理包 透過自產自銷 雅敵價格 期盼吸引國人目光 一口鱸魚再配上鳳梨 可說是絕妙搭配 中國去年禁止臺灣鳳梨後 屏東縣龍潭果菜生產合作社 透過冷鏈技術 推出鳳梨鱸魚湯 鳳梨焦脂飲等即時料理包 開創更多商機 現在也考慮將石斑入菜 共創雙贏 石斑魚再延伸到 比如說像雞湯 魚湯這一類來講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去製作 然後把價格再往下壓一點 讓大家能更親密 臺灣有石斑王國美名 數據會說話 根據漁業署統計 去年石斑魚共出口 六千六百八十一公噸 中國就佔六千一百二十一公噸 佔總體外銷百分之九十一 如今中國漢庭不准進口 但今年還有三千六百公噸得銷售 讓漁民相當憂心 農委會表示 有信心協助渡過難關 透過國內的行銷 甚至於冷凍加工 就是延緩上市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能夠讓我們的漁民 能夠順利的把握他的一個收入 行政院政委 擔任中十二號代表出席WTO的部長會議 透過聲明安批中國不當封殺 臺灣農產品 喊話必須確保所有成員都遵守規則 維護自由和公平的貿易 農委會則表示 中國人士已讀不回 會持續溝通 不排除訴諸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記者黃紫烈 陳柏宇 王樓廷 張國良 臺北屏東報導 臺東縣立體育館的屋簷 長期都有小羽燕來築巢繁殖 而近來體育館因為要施工 就先拆掉屋簷下的鳥巢 把小羽燕的家移到了新的鳥屋去 不過青鳥卻是找不到小鳥來餵食 結果造成兩百多隻的雛鳥 面臨二死危機 被保育團體批評是做法不當 而現在緊急送到了野灣動保協會來搶救 台東縣立體育館 架起鷹架 進行新建三十七年以來 最大的整修工程 不過場館屋眼下 長期以來都有小羽燕 除草繁殖 現在是他們的繁殖期 工程單位為了方便施工 又不打擾小羽燕幫他們蓋了新的鳥屋 拆掉鳥巢大半家 可是卻被人發現很多雛鳥死在新鳥屋 因為青鳥找不到小鳥餵食 這樣的舉動引來保育團體批評是生態浩劫 野灣動物保育協會馬上接手救援兩百多隻小羽燕雛鳥 目前存活一百七十六隻 但後續情況很不樂觀 需要飼料和人力 現在在環植季把小羽燕的環植草除掉 那顯然會造成雛鳥大量的死傷 整體來看的話 目前小羽燕收到的情況都是偏蠻脫水的 然後比較消瘦一點 可能有一段時間沒有進食 承辦工程的台東縣政府教育處 承認這樣的做法不當 公開道歉 也表示搶救小羽燕雛鳥的所有經費 和人力支出會負責到底 環保團體批評這些小雛鳥 再過些時間就要離潮 難道工程不能再等一等嗎 台東縣教育處表示 會在這學期過後 召集所有學校和場館管理員 實施工程生態檢核課程 未來的工程會把生態環境保護 列入重點檢核項目 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記者張明哲 台東報導 棕櫚油不僅是大量用在食品當中 連洗髮精 清潔劑也都有 不過生產大國 馬來西亞 現在卻碰上了缺工的問題 馬來西亞是世界第二大棕櫚油生產國 以往無際的棕櫚員結實累累 卻因為收成所仰賴的印尼義工極度缺乏 收穫頻率與產量大不如前 每一顆棕櫚果重達25公斤 收成起來非常吃力 過去兩年新冠疫情導致移工凍結 如今諾大的園子裡只剩一個移工 從早做到晚 工事家常也不夠 每個月收穫比過去少了50噸 隨著疫情過後需求暴增 馬來西亞人力荒 每天都在惡化 政府統計顯示製造業 建築業和農業 科技業至少缺工120萬人 雖然當局2月解禁印尼孟加拉移工 但勞權談判與官僚繁文入結 仍然讓業者跳腳 經濟專家也警告 這樣下去會錯失全球供應鏈中斷 商品漲價的出口上機 馬來西亞等不到移工 正要進入暑期旅遊旺期的西班牙 觀光業也陷入極度的人力荒 遊客擠滿了海灘與周遭的餐廳 卻沒有足夠的服務生 因為疫情過後許多人決定 拋棄不穩定又不自由的服務業 公視新聞是貴重別議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紐宣文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中文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集結束